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叫棒棒棒 上的 你瞧 你看 这是雷妈 甘露露和甘毛毛 结果就是 哎 就是就是 撒泼就在网上大家都看到了 这广电总局不能容忍了 这下完了就说是这个江苏教育电视台 整顿啊 这个停 造成一个频道就停了 没有 我那个材料没有 没有 你们内地叫没有吃透是吧 没有吃透政策精神 对的 没有 好像他们是说拍节目的时候骂了脏话 对 可是那节目没有没有播嘛 是现场网络视频流传到了网上 那这样就来整顿一个电视台是吧 对啊 我觉得好像在香港不是这种情况的嘛 有时候香港你录了 有时候会出错 骂脏话也好 刚相反你讲的话太深奥太高尚太太神圣 没人听得懂 那那就简嘛 无疑是以你播放出街为准 我跟你说 你讲的这个角度啊实际很有意思 这我觉得就是我们现在啊 采取的一种危机管理方法 就是说呀 因为你比如说 你看我们追究一个官是什么 就说一个官员呢 你没有什么专业之分的 好比你县长 你就是父母官 你这个县呢 最好不要出事 甭管出的是什么事 只知道你出了事 产生了叫做不好的影响 哪怕就该你倒霉 你这也算我们的有中国特色的一种问责制 就是说 这网络出去了 是你江苏教育电视台的局 是你的厂子 是你搞的这事 是吧 那当然你就负责 但我觉得教育 这个教育电视台的确需要负责 虽然这节目没有出去 但他 我刚看到的时候 说他是教育电视台啊 教育电视台 所以这在内地 他已经就是有定性 我很多东西 我就是虽然身为一个频道 你不是什么都能播的吧 但既然身为教育电视台 你所播的节目 他没播啊 又停 但是你要请的时候 你请他们来 他们已经告诉你 我觉得错绝对不在甘露露母女啊 他们本来就告诉我 我就是走性感 我们母女就是这样在这个演艺圈 就是这个特色 所以你请我 我就配合你了 因为你要请我 我也就得做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请我 我这边跟你谈唐诗啊 吟词啊 那你还觉得我不够敬业呢 所以你请我来的 那个动机就有问题 你身为一个教育电视台 你想想看 这个频道一打开 是幼儿节目 幼儿小朋友在看 你就看到这样 这么性感的小姐姐 在那边 甚至雷妈都说 雷妈说的不知道是真是假 雷妈说 有人给钱我们才发飙呢 我觉得雷妈是敬业 雷妈说 因为我们以前 因为我今天就讲 粗口 然后甘露露 哇那还不止在这一个电视台 今天的教育电视台 的确到最后 最严重他们被关了台 但是他不止 他其实在其他节目 也都有这种骂过 所以我觉得雷妈就想 你既然把我们大家请来了 而且你突然有个观众 向我挑衅了 是不是我得该次配合你演出 那就咱们来吧 我觉得雷妈是还很敬业 他有着你在cue他 对对对 他觉得这个cue点 他这个不是擦枪走火 他是想说 这是不是剧本来的 他绝对是台湾艺人的角度 对 他不是台湾艺人的角度 我跟你说 台湾艺人是非常敬业的 就是说你请我上去 我给你演的 对你要做什么 我就演呗 你要干什么 你让我演色鬼 我给你演的火灵火现 这是台湾艺人的风景 是 你要我整人 吓得我花蓉身色 哭哭的给你看 对对对 那我觉得这是综艺节目 不应该的 但是教育电视台 对所以你这样说 他们不应该去 江苏教育电视台 应该去台湾电视台 你这样说 令我想到 对可能他呢 他到底骂脏话 骂了几个字的脏话 那N多个了 一直在你骂什么什么 你骂什么什么 就一直在骂 所以我觉得搞不好 那个还是要NG重来 骂得不够粗 重来重来 可能是这样子 对所以 意思是说 他现在整顿 不是因为那一段呢 骂人的脏话出街了 是因为让大家注意到 他的主管单位注意到 你太通俗了 太低俗了 你定位不断 但是呢 你知道就是 我就觉得 我还有一个什么情况 就是你讲的 就是说 出事 我就跟你说出事逻辑 就是算总账 对吧 就是说 你没出事 很多个不公正的现象 大大大大 比如说 难道只有一个教育 江苏教育电视台播的 不是教育节目吗 各个城市频道都在播什么 各个打着教育旗号的N多个频道 都在播什么 没出事 但就别是 你别给我出事 你给我出事 叫做造成不好的社会影响 这下你瞧 你所有的事 全给你清出来 对吧 你所有的违规 你一查 无处不在 无处不适 所以我就想说 经过这个事情 除了说那个电视台 可能在节目 或说邀请嘉宾上面 严格把关 另外一点 可能也会注意 就不准人家在旁边乱拍 乱这个楼传出去 可能进去了 都要收声 收集 他是谁楼出来的视频 这就不知道 是观众的 我觉得应该是现场观众 对啊 所有人手机要拿出来 好像我们坐飞机去美国一样 要scan 要扫 扫描什么 不然你永远难保 在发生的 这个是得注意这个问题 我倒觉得 他说的这个角度 还真是跟一般人想的吧 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好多 这都不能说了 在后 在录像的过程当中 出现过很多情况 包括艺人 搭起来的都有 你知道吗 或者怎么着 愤而离席的 观众之间就冲突起来的 或者观众现场就翻了的 你知道吗 甚至闹出事故的 都有 这些啊 你真是那些剧组 真是想想 幸亏没流出去 我光我知道的这个 但凡一段视频流出去 他就得停业整顿 我没意思 没错 你怎么说出来了 所以真是要小心 所以这个东西引以为戒 可是我现在想另一个问题啊 因为我现在一想 我说这种问题啊 美国有没有 或者说台湾有没有 我有时候会想啊 这个甘露露这种人和事啊 美国不一定没有 有 但是呢 这里面是不是涉及到一个问题啊 就是他们电影圈爱说的事 就是分极致 你比如我们知道德国的电视台 他有那个就是锁住的那个锁码的频道 那甚至放三期片的都有 我们也看到像西方有些节目 那个就现场椅子都轮起来了 那全是那个嘟嘟嘟 就那个就FF打头的 全是那个 但是那个呢 他也有播出的机会 但是他好像是被控制在一个 一个一个县都内 你只在这个小领域 你可以生存 对 所以我觉得广电总局并没有特别保守啊 因为甘露露在车展在哪里 他在网络上一直都 他会有今天的人气 就是因为我们也从来没有禁止过他 做这些行为 所以你在车展拍那些照片 现在是网络四处流窜 中国政府曾经说不准封掉这张照片吗 没有 从来没有过 但今天就是我觉得就是出现在不对的地方了 就该就该是好好的诊断 去车展的人你知道吗 都问仨问题 大门在哪 厕所在哪 甘露露在哪 呛呛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陆川新电影新问题 权力这个游戏它的法则是什么 可可犀利南京南京王的盛宴 用电影推导历史迷局 诡异变换莫测 还有重重的迷雾 那个是真的很可怕 阳光保险明远面对面 星期日凤凰位置中安台 零污染倒过新西兰发生逾奇事件 特级乳牛莫名失踪 真相是什么 密切留意 回到这片海 发现真正的自己 我的国度 我的上层游艇人生 亚居乐海南清水湾 当然甘露露这个人 也可以对他有兴趣 对吧 现在我就在收集一些他的语录 先是他的 他此前就读的是 信阳市商城县第一高级中学 你知道那个中学的老师 现在在劝那些成绩不好的学生们的时候 屡屡提他们这位学姐的名字 因为甘露露名人了 就说你们不要灰心 甘露露以前的成绩比你们还差 然后你知道 关于甘露露小时候成绩差 甘露露自己也说过 他说他自己小时候最经常念叨的一句话 这句话很经典 我觉得说出了千万考生的新生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为什么考一百分就那么难 不及格就那么容易 甘露露 但是第三句话是 人家甘露露说 我首先我是模特 拍照是我的职业 第二 我一不偷 二不强 第三 我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辛苦所得 没什么可惭愧的 这次我们上棒棒棒 主要是为了 我要把我妹妹甘毛帽带出来 我是姐姐 她是妹妹 我们俩要当台湾的大小S 你这个台湾的 台湾还说一句话说什么 与其我女儿在舞台上被人脱光 也不要在舞台下被人扒光 就是我宁愿她在舞 所有的漏都是性感 都是在舞台上 但私底下的她不是这一个露宿的 所以这完全他们家希望把这两个事情是可以分开 就是他们现在对自己的一个职业的一个期许 对的确嘛 这是英雄莫问出处 出身地 对的 而且在整个大的结构下面 我们往往能够理解 为什么会这样做 像刚刚又婷说得非常好 就是说 是你一路让我在这个形象来的 我来到你电视台 对不对 甚至你说 有可能有人传说是收钱来骂张话 对不对 是你引我过来 让我联想到我们经常说很多贪官贪污也是这样 你一路引我进来的 你给我权利 可是没有人来管我 致函来监督我 对不对 让我感觉可以的 原来可以的 我今天可以拿一根笔 明天拿个手机 拿两个手机 我一步一步一步来嘛 因为从犯罪学员来说 有两个 一个人决定要不要犯罪 有两个考虑 第一个是说 我做了某个坏事 是不是一定会被抓 OK 第二个 我被抓到之后 判刑 多重 轻跟重 原来说你犯的罪 贪污等等 不太容易被抓的 等于是诱惑你慢慢去犯罪 所以同样逻辑 一模一样的逻辑 所以你说 这个你说甘露露 她真有什么罪吗 对吧 我觉得就是说 我不爱穿衣服 但是如果我上 你看我不爱穿衣服 上街那警察就管我呀 对吗 那我怎么了 那我要不就不上街 我在自己家要不穿衣服 你也管不着 你问题就是 谁让我上你们这个台的吗 对吧 所以我觉得 而且他们后来不是 在他一爆红的时候 他妈妈讲一句话说 我们终于得到了尊重 就是不管他用什么方式红了 以前大家看到他 小磨一鸣 不理你 给你一种 就是大家觉得 看不起你的脸色 但现在看到你就觉得 你是名人 不管是不是表象 但他们觉得 我在社会上竟然被重视到了 那当然他 我获得了我想要的东西 为什么我不就这么一路走下去呢 其实他现在 他像微博分子一百万人 我才十几万 我应该还要很羡慕他 是吧 就是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鼓励 就是说这个社会 很多元的一个 你说的非常对 什么样的鼓励 你知道吗 人在大脑里 人会做一件什么事情 大脑里有一个报偿机制 补偿机制 报酬 就比如说你就觉得快乐了 或者你见到钱 你高兴了 你就会激励你做这个行为 继续下去 所以我就说 你像甘露露这个事 包括诸如此类的事 其实一开始 你说我这个人心多好 我一开始我都觉得 我都是同情他们 或者就是说 他们原来说 有些人拍这种淫秽视频 都说炒作 靠着这称名 不要脸 我说你要真是生活 没那么困难的人 你也可以想想 就说第一 好 他如果是不是炒作 是被人家爆出来的 那么你 他是受害者 你应该同情他吧 第二 如果他是故意的 那么一个女孩子 到这种 卖下体的程度 为了出点名 为了挣点钱 我们所有人 不是应该很可怜他吗 很同情他吗 一个女孩子 要弄到这样程度 为了出个名 你不是应该同情他 可是我这种观念 现在也受到了 甘露露和甘毛毛的挑战 这该怎么说 他是能挣钱 就是 他说他出厂费十几万 这个甘露露 那么你在鼓励他吗 到处有人请他去走学 容不到我们鼓励不鼓励 他是他的自由 所以我刚绝对不是说他犯罪 绝对没有 我只是说同意又婷是说 大家假如批判他在电视台 怎么骂脏话 穿那么小 其实是环境一步一步鼓励他 容许他这样做 我说跟犯罪的人一样 我绝对不是说他犯罪 所以大家都是帮手 就是我们所有人都是共犯 你这个视频为什么会火到 可以让个电视台停掉 就是因为你转载 因为你讨论 那这些所有看过的人 你不就是共犯吗 你就是让电视台关门的那个人 不是甘露露害他 如果这个视频没人 所以这个时候你允许 那就不要骂 我就说你可以看 美国也有 你可以看 有这件事情为什么不看 就OK 可是他是不是有必要引起 这一个这样子的反馈 而且你拿着道德旗帜 说你们就是这样不对 你们太嚣张了 什么什么什么的 没错 所以又婷说的 我很想同意你说的话 今天比较特别 因为我经常说 什么乱七八糟 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全世界都有 没有天堂 问题看那个地方的水平 文明水平 看你怎么样回应 对不对 不管你拿哪个国籍 什么脱不脱衣服 电视台关不关门 问题是大家 你怎么样来回应 在网路也好 媒体也好 不要把所有乱七八糟的事情 纠缠在一起 往人家脸上脸上来泼脏水等等 我觉得从那个回应 才看得出那个文明的高低 差别在那边 你是在美国待过的 你说如果像干露露 这么一事儿 在美国能出现吗 或者出现了 在美国能有这反应吗 美国他不能说 有哪个机构 下个指令 说你要整顿 关门电视台 或说这个节目停掉 不行 那你是可以投诉 因为他有那个 像上次那个谁 那个就漏乳的 在一个音乐颁奖礼上 那美国是有那个 受到警告罚款 对 他有监管的机构 他要调查 可能开公听会 而且是有人去投诉 有多少的投诉 像香港一样 假如你对某个电视台 某个节目不满意 你投诉 投诉他们找了专家来开会 然后给你不同的警告提醒 那个惩罚 经过一个公开的程序 不能说一个 可能一个官员 看完网络 不行 或说他老婆 跟他抱怨几句 太不道德了 他就打个电话 你们整顿吧 那倒是不可以 而且这些都会有 这个现象 就是说他可以持续多久 台湾也曾经会有这种 就是所谓的那种草根民众 他突然有一些出轨 比较跟大家 不一样的行为 大家就把它当作 或者他比较就是 我们觉得有点神经神经的行为 但他反而变成一种 演艺圈的红人了 有这样的情况 甚至他可以开节目 但现在这些人都不见了 而最近台湾 最近又最后 最近也起来一个 就是一个开法拉利的一个女生 他大概已经四十几岁了 他的法拉利被人家刮了一个 然后他就出来 就是很焦颠的喊 说你怎么可以刮我法拉利 什么什么 那第一他就为什么会开法拉利 第二他那个 后来我们认为 他可能是男儿生变女孩子 总之他有很多的 我们就叫法拉利姐 他就公开说我要出 记者每天拍他 但他就说他想要变成艺人 上节目开节目 所有的经纪人说 我们再也不接这种人了 因为台湾社会已经 这种人太短线 我们可能只能 红个一两个月 对我也没有好处 所以算了 所以这就是一个社会的接受度 你让他红多久的问题 所以是我们的问题 不是甘露露的问题 哦 有道理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广告 无尽共酒 全球转进企业合作伙伴 对啊 所以那个又婷刚说 是我们的问题吗 我们怎么样回应 给他红多久 那我想到Andy Warhol有句话 每个人都有他的15分钟 对不对 对 那美国的那个艺术家 问题是说 对啊 因为你做奇奇怪怪的事情 你可以红15分钟 可是在某些地方 某些社会 可能你居然会可以给他红了 三天 一个礼拜 红了150分钟 那就是这个社会的问题了 因为你突然脱光衣服怎么样 像我这样也会红15分钟嘛 对 问题是假如你容许我 偷完又偷 偷完又偷 再偷 让我整整红了15个钟头 那表示你的社会有问题 而不仅是我有问题 对对 我觉得我们改写了Andy Warhol了 那句话 你说的很对 我觉得我们这个兴趣 这些年就没变过 对而且 你看这网上兴趣 我认为色情是永恒的兴趣 你说是吗 是OK 但日本也这样对不对 日本的成人影片非常发达 他们的明星也可以上 穿的很少 然后就在节目上上节目 也从来没有被日本的电视 日本政府说 你这个电台 就是低俗 就把它关掉 但是因为民众看他 怎么看 就是你就是三级片云星 我们就是一般民众 只是说你的表演方式 是用A方式 他们是用B方 他们用唱歌 他们用演戏 你用脱衣服的方式 但他们都是艺人 我看你的眼睛是一样的 其实你看 现在甘露露要单靠路 已经有点走下坡 对不对 已经没有刚开始那么惊艳了 但是这次他又火了一把 是因为这个开骂了 你看 他也在推陈出新 你知道吗 这个就跟明星大腕一样 你不能一招先吃遍天 对吧 你总得要你创新嘛 对 这就是我们的人还会骂 爱看又骂 这才是 这是我觉得比较矛盾的地方 是我们自己在骂 你爱看又骂 坦率的说又挺 这世界上有些东西 没法不看 你知道吗 他只要放在网上 哎呀 你说不看 那个东西太难不看 他刺激性太强了 那就不要骂 就你看 或者是说 骂也行 骂问题是骂完之后 有什么效果 对对对对 在中国经常说骂完之后 会有一些年代的效果 有时候是对的 有时候是可能出手过重 比方说有人骂完之后 就突然说 有人来说 这个熟 熟了可能整个 整个媒体 不管是电视台也好 杂志也好 就给你关掉 甚至有其他的法律责任 政治责任 现在我估计是 很多地方不敢请 对啊 那不成比例 那我觉得不成比例 等于是说 每个人都没有自我控制 就等于文涛是说 你没饭吃 你这样做 好像还 我们能够理解 假如你现在出厂费很高 什么 还做一些怪怪的事情 那有时候我们就想说 你有时候要懂得 自我来节制 够了 就是够了 或者说你换 另外一种方式来做 像你说 日本的一片女星 很多都转型的 或者说很多他们 都给自己一个时间 做完就不做了 蒼景空都到中国重粮来了 对不对 是吧 人家也不是一直靠那正前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贯文明喜事度 算是什么呢 不算太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